今天的新年新启航 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的无人机 在现代航空工业中 作战无人机代表着最新发展方向之一 目前这种小型高速的无人机 已经发展成为侦查打击的新手段 在2012年的中海航展上 中国的翼龙无人机惊艳亮相 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而经过两年的发展 翼龙无人机不仅已经拥有了更好的性能 同时还具有多机配合作战的能力 2015年刚刚到来 翼龙无人机就开始了新年的首次编队飞行 一起去看看 现在跑道上的两架翼龙无人机 是一天一后排好了队形 那么很快呢 翼龙无人机将进行自己2015年度的首次编队飞行 我们现在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它的状态 进行最后的确认 很快它就这样进行起飞了 好 我们现在看到两极编队的第一架机 已经开始快速的滑跑 身材非常歇息 好的 前轮已经离地 好的 大概在67百米的位置就完成了起飞 我们现在看到是第二架翼龙 作为一款中型的无人机 翼龙本身声音是非常的小 我们看到它现在已经是满油门 但是听起来声音也并不是非常刺耳 好的 滑跑现在超过五百米 前轮开机 好的 非常干净利落的起飞 现在两架无人机箱在空中组成编队 进行这次正式的实飞工作 翼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具备侦查精确打击能力的作战无人机 同时还能承担巡线监视等民用任务 翼龙无人机机身长度超过九米 翼展十四米 可以在空中长时间滞留 而进行编队飞行 可以让翼龙无人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更好的分工配合 而这也是对控制系统极大的考验 我们现在已经听见了翼龙无人机 在空中的这个隐形的发动声 我们现在在空中已经能看到了 两架无人机分别以距离地面 两百米和四百米的高度 成一个编队形态 从我们的上空通过 这个时候他们特意将速度放得比较慢 对于一个查打一体的无人机来说 这种速度特别适合做这种战场的侦察工作 而且同时这样的编队飞行 事实上也可以保证两架无人机的配合作战 现在看到是非常的低 作为未来战争的空战装备 翼龙无人机的最大特点就是自主智能控制 这种自主飞行 它等于是自律和控制策略 就是按照平时 比如说我们这个飞旋 翼龙无人机飞旋怎么做的 它把它做进去 比如说我们在飞行过程中 随时的监控它的状态 看是跟我们做的这个空手里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不一样 有一个操控状态 就能够干净一下 现在应该是说 翼龙越发展操控起来越顺心 应该是说越智能 经过二十多分钟的飞行 翼龙无人机在贵州的山地环境中 自己准确找到了机场 顺利完成了返航和着陆 三 二 一 接地 这是2015年翼龙无人机的第一次飞行 今天的天气情况不是很好 空中出风较大 但是飞机飞得非常好 圆满完成了任务 感谢观看